现在呢马上又换过来 这个球 约位吗 有了 加哈维 这个球上岗 要提高警惕的是 看看 好像 这个球 好像是有一点点 不知道会不会用视频裁判的回放技术来再确认一下 今年初中的裁判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这种模棱两可的先步吹 然后等到有了结果之后呢 再去看VR 张哈维 张哈维打在了人墙上 二次进攻的机会 唐淼 唐淼的传中 后点 小球 球进了 8分多钟 我的天哪 比赛8分钟 他身前其实对他的防守力给我们来看 打得很简单 是 赫冠 这个球当然唐淼传的也好 直接给到后点消致 赫冠在他身前 包括后面王清超也没有足够的收进来 对 让消致 都是有可能的 霍尔克传 奥斯卡点下来 这一下 球进了 吴雷 第16分钟 上海上岗 看霍尔克传 奥斯卡 奥斯卡 头球顶下来 奥斯卡头球顶的这一下 漂亮 唐淼和奕藤两个人 个儿都比奥斯卡高 但是呢都没有加防 让奥斯卡很从容的做了一个 哦 拳点乌磊 乌磊 大门 球进了 哇 今天这比赛 2比2 乌磊 连进两球 所以乌磊这球 看 奥斯卡 很聪明 而且乌磊这打门这一下 还带了个小挑射 对 转身连挑 这也是另外一种足球的美啊 虽然他不是那种很 很厉害的机会 如果他这时候适当的回收一下 稳定一下 也许上岗没有那么好打 是 哎 这边又来 又给乌磊 这次传球的事 哎 还没多付右键啊 帽子细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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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才过了两分钟啊 乌磊 有点猛啊 你看 乌磊前点一让 后面 刚才是艾哈吧 跟他打了一个二过一 艾哈 艾哈 他是漏给了艾哈 对 漏给艾哈之后 艾哈直接往前传 而乌磊这一次的射门非常冷静 是 他前面其实有一次很好的机会 没打进 当时很懊恼 对吧 包括后面还有一次 单刀进去以后 没敢起脚 有机会 有机会 杀到近距离 传给胡尔库 有机会 大门 敲进了 4比2 哈 哇 上海上岗 看 其实刚才已经有点跌跌撞撞 对 甚至进来的时候 传球那一瞬间也是不太稳 看 李迪香已经是奋力的倒地 对 黄正宇扑出去了 李迪香 想分吗 分给伍磊 大门 球进了 大四席 伍磊上岩 大四席 72分钟 场上岗 这几名球员的能力啊 确实 你看 中间只剩一个后卫了 一打二 这个确实太难了 黄正宇呢 这一下他 因为黄正宇去逆腾压上去 对 抢的第一点了 对奥斯卡摆回来这一点之后 只剩黄正宇一个人 面对 福尔克和吴磊两个点 而你看 李迪香这时候 已经齐不起速度 吴磊在冲刺的时候 李迪香虽然在往回跑 但是已经 和在冲刺的时候 一样 李迪香虽然在冲刺的时候 更加品次 我では